在車的時候 能不能看手機子呢 這發了規定說 如果用手提是發三千 如果用一個機子 只要是把手機子影響交通安全 那是可以發的 就一個客運 手機 哪塞車 哪看押品 客運也才回應說 已經他的期待 而且加強更有分裂 客人說 手機哪塞車 哪看手機子 沒全心 像國度之後 雖然車速變快 不過手機子也照看 去跟各公司歡迎 這是鵬匯的新北市 拿到台北市政府的 旅客客運 手機成人 哪塞車 哪看押品 那我覺得這樣有一點就是不太安全 因為他車上還有其他人 我自己覺得應該要算是違法 法律上應該算吧 因為那天我做一個司機 他 他就在這裡 他有打接電話 交警就把我們攔下了 在樓梨塞車 還不可以用手機子 法律的規定 如果用手機子有腳 有摺 有講話 就能發三千塊 不過用手機子放在樓梨上的手機子 也是有問題 你是駕在手機架上 那你如果說明確是 假如說你有發現蛇行 或者是說你有差點撞到其他人車的話 那這種有明確危害到交通安全的方式 我們就會依個案去做審認 看他是不是有道交條例 對於第四十三條危險駕駛的適用 那塞車那會 先是看牙皮 甚至算手機 警方說 全國無法手機 只要是正行嚴重 方來就交通安全 一樣是個性危險加速 記者總會報答